哈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听经典零距离 我是主持人湘琳 哇上周的木耀四超玩一日系列特别企划呢 是来到了一日出版社 那其实我的频道呢 先前也有上映一个叫做 一分钟出版社工作日常 work with me这一个影片 其实这个影片就是可以看到 出版社一日美术设计师到底在忙些什么 但是啊 编辑和美术的工作 看起来大部分通常都是坐在电脑之前的 对就是买手于就是一堆文件之中 然后正前面是这个电脑 这也就是为什么木耀四超玩 它的一日出版社内容 几乎都在拍版场 也就是印刷场的部分的原因 因为在印刷场的部分 有比较多比较大台的机器 然后不管是调色啊 还是晒版啊等等的 都是比较有画面感的 其实啊 回想我自己 之前在读书的时候 像高中大学的时候 其实呢 我就很像网出版社 杂志社的日常 甚至啊 在高中毕业那一年呢 我们全班有录一个影片 影片的内容就是要对 五年后的自己喊话 现在想想你觉得那时喊的内容还蛮好笑的 但是呢 我当时可是很认真的说 希望五年后的自己可以成为杂志社的总编呢 哎 其实认真想想 五年后其实就是大学四年毕业以后 然后你不要言毙 刚毕业那一年 怎么可能刚毕业一年就成为总编呢 虽然想想的的确好笑 但却也是记录我当时有多么的 就是向往在出版社工作 那大学时期呢 我也曾经到不同的出版社啊 杂志社实习 后来呢 更是担任了时尚杂志社的美术编辑 那今天的内容啊 我们就要一起来聊聊 美术编辑 日文 漫画 轻小说 美术设计等等的 就是这些工作内容到底在做些什么 那么其实之前在出版社的工作 也真的算是圆了自己一个出版业的梦吧 还记得国中的时候吧 那时候国中海高中有一个课本 国文课 它的内容就是说 一个人一辈子 就是如果说走过不留白 那就是要出一本书 那现在呢 可能就不一定了 毕竟能够出版 能够影响他人的方式非常多种 那今天的节目呢 首先就要来分享 以杂志社出版社 作为故事基地的影视作品 那我这边呢 精选了就是两到三部的电影 然后两部的韩志 还有两部的日志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 这些剧里面写的出版社 哪一些 嗯 写得真的非常的真实 哪一些又因为是 呃 影剧效果 所以渲染了 每当呢 只要有影视作品 是以出版社 作为故事的背景 所有的亲朋好友 都会推荐给我 然后说 这部很适合你哦 嗯 其实呢 有些戏剧 是以恋爱为主的啦 就像我们刚才 所听到的这一个歌曲呢 How to lose a guy in 10 days 它的中文叫做 绝渊 嗯 绝配渊家 哦 我跟你讲 我觉得很多美剧 它的电影名称 都是什么渊家啊 然后就是各种 很闹的喜剧 对 所以我比较喜欢 它的英文 因为它的英文呢 就可以很明显的 听出内容大概是什么 那这个电影呢 它是以杂志社作为背景 然后呢 是在2003年上映的 经典电影哦 为什么说它是经典 因为呢 它可以说是假戏 争作系列的 浪漫喜剧十足啊 其实有蛮多的 韩剧啊 电影啊 它们都是从 比如说以前我们有分享过 就是灰姑娘那一种 类型的戏剧内容 或者是像这个 假戏争作 就是因为一些原因 先假装在一起 然后后来呢 发生了一些事情 所以两个人就 真的在一起了 那这一个 How to lose a guy in 10 days 有一名必须收集 甩男人秘诀的 恋爱专栏女作家 对 这个女作家 就是在杂志社工作 其实这个内容 有一点算是 主编逼他写的吧 嗯 可以有一点这么说 大家可以去 回顾一下这个电影 那所以呢 他想要写 这样子的内容 他就要实际去做 所以在这个时候 他碰上了 就是他和他的上司 打赌说 他可以在十天之内 让女人爱上他的一个 广告代理商相遇的 爱情故事 总之呢 就是女生 女主角 就是因缘机会的 跟上司说 他觉得可以做这个题目 那男方呢 就是他跟他的上司 打赌十天之内 可以让女生爱上他 那所以呢 这个女主角 就是做尽了一切男生 一定会很讨厌的事情 然后这个男的呢 就是很努力的 忍气吞声 就是希望可以 完成这个赌注 他是比较偏向 爱情戏份重一点的部分 所以其实 他真的只是 以杂志社为背景 那2009年呢 购物狂的异想世界 他也是以出版社的故事 作为背景 那女主角呢 他是一个喜欢玩乐 而且非常会购物的 所以他的梦想 就是跟我之前一样 就是到 时尚杂志社工作 但是他很不顺利 在面试的时候 因缘际会的 来到了同一家出版公司 但很讽刺的就是 我们刚才前面讲的嘛 他很喜欢购物 所以呢 作为财经记者他 一方面要教大家 如何理财 但是实际上 自己又是 难以自拔 挥霍无度啊 所以呢 在整个电影里 就可以看到 他不断的自圆其说 然后一直圆黄 或者是用 不闻不问的方式 来逃避债务 那这两部电影呢 主要都是 以这个故事 作为背景 然后让这个电影的内容 有一个出发点 对 但实际上呢 并没有讲述太多 杂志社或是出版社的工作流程 因为他们两个都算是专栏作家嘛 顺带一提 我自己在看 《购物狂的异想世界》的时候啊 就觉得说 天哪 我会不会就是 有了信用卡以后 也会跟他一样 挥霍无度 你知道信用卡的魔力 就是在于 你买了的 你买了喜欢的东西 但它只是呈现成一个数字 然后呢 你如果又是隔个月 用什么转账的方式 来把你的信用卡额度缴清 你就会觉得 哦 这是一个数字 改到一个数字 对于那种实际上 拿到钱的感觉 是差蛮多的 那所以 其实我一开始的话呢 是 刷了多少钱 我就拿实体多少钱 放在我的一个信用卡袋子 这样子呢 就希望这个小小的 capel呢 能够告诉大家 就是 不要变成这个购物狂啊 在自己可以的范围之内呢 就是购物 自己想要的 但是 每当要花钱的时候 身边如果有那种 会劝败的同学 天啊 你知道吗 我同学说过最经典的话 虽然 也是 就是来自于网路上的话 但是 你知道 在购物 抉择 犹豫的当下 他就说 哎 你就买吧 钱又没有不见 他只是变成 喜欢的样子 陪着你啊 这样有什么不好 哦 我真的因为这样 就曾经花过大钱 虽然 不会失望 但还是会回想 哎呦 当时的自己 怎么敢 花这个钱呢 那接下来呢 这一个呢 就是经典中的经典啦 就是穿着Prada的恶魔 2006年上映的 穿着Prada的恶魔呢 他的电影就是揭开 时尚女编辑的生活 那其实呢 这个电影 他在14年前上映的时候呢 我还是一个不懂世事 然后不懂时尚的小孩 所以其实我看不是很懂 电影里那一段 就是超经典的在讨论 蓝色毛衣的片段 我还记得那时候女主角 就是说 这个蓝跟那个蓝 有什么差吗 哎 很难想象 当时不懂的我 现在呢 居然啊 已经有担当美术编辑的 这个资历 并且呢 对于颜色 可以说是非常的敏锐 那对于颜色敏锐的呢 我觉得不只是美术 只要有化妆的女生 应该都可以感受得到 这个口红偏蓝色 偏粉色 或是偏暖色 这种话 男生可能有的听不懂 对 那其实呢 我觉得这部电影呢 它可以算是 很认真的 就是带大家 也有体验到一段 在杂志社的感觉 因为你可以看到 女主角 应该说 女主角的boss 她的老板 那在工作的时候 比如说什么时候要拍摄啊 什么时候要 先配好衣服 然后再去拍摄 然后要敲怎样的名人啊 或者是 模特啊 等等的 其实都可以从 这个蛛丝马迹 可以看到 所以我觉得这部电影呢 就是有比较多的地方 可以让你了解说 大概出版社 或杂志社在做什么 但因为它是戏剧嘛 所以它有一些 特别的桥段安排 那 我觉得啊 每一个不同年龄的人 不管是不同年龄层 又或者是你自己 到了不同年龄段 你看这一个电影 其实都有很大 不同的感受 其实从 以前一开始就看不懂 所以我也不觉得 这部电影有多厉害 只觉得说 女主角就是 走过去 然后就换一套衣服 那一幕 就是非常的印象深刻 跟西京 但是呢 在前前后后 不断重复看了 十几次以后 尤其高中 大学 然后大一的时候 跟大四的时候 你知道看的感觉又不同 工作的时候 又甚至是 今年过年之前 有一个机会 反正我要去法国 所以呢 就会觉得说 嗯 去法国 头脑就会想出一些片子 有些电影呢 我就会重复看 那 穿着Prada的恶魔 因为有一幕 他们就是去 其实他不是去法国 他是去那个 意大利 他是去意大利 但是有时候 我会为了 想要感受那种 欧洲风情 所以借由看电影 来回味一下 那其实呢 每一次看的感触 都不同 像是在杂志社 工作的时候啊 有一段台词 真的是直接 刺入我的心 也是我觉得 这整个电影 给我个人 算是一个 敲响钟吧 这一句台词 他说 这里虽然是很多人 每天想办法 挤破头 想要进来的 而你 却只是来 讨口饭吃 嗯 这一段呢 就是女主角 跟一个设计师 就是讲说 哎呀 那个她的主管 好像就是 很不喜欢她 很恨她 哇 用到这么极端的字眼 对 但是呢 他就是这样子 跟她说 我不管多么努力啊 或者是我做了 什么事情 为什么她都不能够 算是就是说声谢谢啊 但是我只要 做不好的事情 她就马上 就会开始 用很恶狠的字眼 或是很冷冰的词语 来骂我 那那个设计师 就跟她说了 刚才那一段话 就是很多人 每天都想要进来 可是你却只是想 在这边讨口饭吃 如果 你是真的想要来工作 而且热爱 这个产业的话 那你应该要 怎么怎么样 更努力 那在电影里呢 这一段呢 其实也是一个 很重要的转列点 因为呢 女主角跟这个设计师 聊完天以后 就是讲完这一段话之后 她就 下定决心 要更改 所以 我有时候觉得 电影就是用 改变行头 来表示自己的决心 但其实现实生活中 不是这样的 对 但不过因为影剧作品啦 它要怎么样 让你看到它的心变呢 那就是 一定是靠它的行动 那穿衣服又是一个 最能够表示行动的 一种方法 那这一部电影呢 其实就算是 求学的时候看 也是会有一些些的想象哦 对于未来呢 其实会有很多 类似的想象 我个人其实 完全不是因为 这部电影 所以很想进杂志社工作 我自己呢 就是一直很希望 我从以前 很想要当店员 然后我就跟我妈说 妈 我找到我的工作了 我未来想要在 书店当店员 然后过了一阵子 我又说 妈 然后我突然觉得 我觉得在出版社工作 比较好 然后我就是像这样子的 过程跟眼镜 像想想都觉得 嗯 自己以前还蛮可爱的嘛 哈哈 好啦 那其实呢 在求学的过程中啊 只要学生表现的好 基本上呢 都可以立刻 获得相对应的分数 又或者是师长们的称赞 但是呢 在进入职场之后啊 就会有很明显的感受 就是 我的工作很努力 但是 做好你的工作 本来就是应该的 因为这里是职场 不是学校啊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我的脑中就会浮现 电影里的这一段话 就是 我不知道我还能怎么做 就算我做对事 也没有人注意 甚至呢 也不会说谢谢 但要是我做错呢 他就会用尖酸刻薄的言语来 就是刺激我 刚才这段话呢 就是穿着Prada恶魔里面的 女主角在很气愤的时候说的 我当时还没有这种感觉 但是后来呢 就是很有深刻的体悟 因为你做好的每一件事情呢 都是你应该的 但是你也不应该 有任何机会可以犯错 那接下来呢 就来送上一个 非常有画面感的歌曲 我们在分享 穿着Prada的恶魔嘛 所以当然要来分享一下 他的主题曲 Sutherland I See 那这首歌曲呢 在听的时候呢 就是他的片头 他电影的片头呢 就是 其实你在看电影的时候 你可以借由看最前面的影像 来知道说 这一部戏剧大概是怎么样 因为最前面的时间呢 就是他在表达 这个故事的背景 比如说之前我们在介绍 狗仔新闻 狗仔记者的那一段 那狗仔记者呢 他就是 我记得那个电影叫做 独家新闻吗 那独家新闻 他最前面的片段呢 全部都是黑夜里面 所以你可以预想得到说 这部电影都是在讲 在黑暗之中工作的事情 那这一部 穿着Prada的恶魔呢 他就是 狠几个不同的女生 在出门 化妆 打扮的时候 的样子 好啦 有机会大家可以来找来看一看 现在呢 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